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准备了十集每集两个小时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讲解 我们这个课的名称叫新中国的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 但是讲了十次危机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综合性的归纳 所以就实际上演变成十一讲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呢就是第一讲 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 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产业资本第一大国 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这样的一个现象之下 人们通过我们的分析能够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中国这66年67年的发展过程 我们之所以把它归纳为叫做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 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过程都其实没有什么太玄妙的这个要点或玄妙的地方 它不外乎就是符合了一般的一个风险不断增加最后演化为危机爆发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风险与资本是同步集中的 每一次风险集中爆发表现危机的时候 也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资本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假如它有什么算是特殊经验的话 那么就是中国属于一个典型的成业二元结构社会 每当危机爆发的时候 因为它有一定的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 没关系 因为它有一定的 因为中国有一定的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 所以每次它在城市产业资本积累过程所形成的这种危机 危机爆发所造成的代价 都通过这样的组织和制度的安排 转移到了乡土社会 由于乡土社会承载了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 而使得这个危机能够在城市实现软着陆 所以我们说这个十次周期危机的解释 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乡土社会 是否能够承载危机代价的解释 这一点我想可能刚一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大多数人很难理解 但如果你们把我们这个 如果大家能够把下面关于危机的解释 多多少少听进去 那我们现在提出这个观点 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进入关于十次周期危机的一个综述了 那今天呢 是2017年的5月16号 这个日子对很多人来说是敏感的 因为它是中国1966年以516通知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这个日子 所以它往往呢 会使人们敏感的想起1966年所爆发的那个文化大革命 这个文化革命至今在中国的主流理论界政策界已经被彻底否定了 但是为什么至今还是敏感的呢 是因为尽管它被否定了 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被讨论 如果各位愿意学习我们关于十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描述 你们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对这个1966年文化革命这件事情有某种参考 为啥呢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60年代中国曾经连续爆发过两次周期性经济危机 一次发生在60年 一次发生在68年 60年发生这次危机以后 其实从中国从1960年就变成了一个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和苏联为首的苏东体系 共同封锁的国家 那它从196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完全的去衣服 或者叫做完全的独立 是这么一种状态 或者就被叫做孤立 那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当年在50年代 援助性的给中国形成的战略性产业 就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就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 那在60年代呢 就需要靠中国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 更何况60年代 当中国遭到世界上两个大的阵营全面封锁的时候 它周边地缘关系是高度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就有了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 是把在沿海和大城市形成的这些重工业军事工业 把这些工业向内地向山区转移 于是乎国家就有了大三线建设 地方有了小三线建设 这个过程算下来 总投资接近3000亿 它却不产生一般的从市场角度所说的那个投资的回报 因为它是把已经具有配套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沿海迁向内地的山区 那它等于把这个配套的工业体系打散了 让它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山沟里 所以这时候它的成本是增加的 那向内地转移的成本 无人不可能支付 不可能通过行政产品 然后卖出以后产生了回报 然后那回报再回来支付这个代价 不可能支付 那它又导致转移到山区的这种工业体系 相对成本上升 所以六十年代呢 应该说这种追加投入 却不能形成产出 并且原来的工业体系成本进一步上升 就迅速在六十年代形成了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危机 其实就是财政赤字 严重到了无法进行任何扩大财政赤产 所以从六七年六八年开始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就所谓红卫兵小将 就是那些学生们 就都已经被成规模的转移到农村去了 当然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呢 相对缓解 但同时也意味着 从六八年开始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部队 就是红卫兵们都已经下乡了 那这文化大革命事实上 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了 所以人们一般都会说十年文革 但其实文革从六六年到六八年 大概也就是两年半吧 不到三年左右的这么个时间 是原来的那个 原来那个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 动员学生来批判旧的教育体制啊 然后来造这个旧体制的反啊 等等这些 随着这些造反的 所以红卫兵们 纷纷下乡上山下乡去插队了 那这种文革也就告一段落了 剩下的六八年以后的事情 大家知道六八年六九年 这两年是下乡人数最多的 七零年以后到底怎么回事 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好了 我们不多解释这些事情 我们下面正式进入到 我们对于十次周期危机的综述 大家看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 其实是在讲中国经济发展 身处其中的国际背景 我们都应该知道 西方在推进工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 在西方 美国为首的主流 形成的是福特主义的大生产 在苏联形成的是斯大连主义的大生产 这两种大生产都是大规模的 都同时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 生产的社会化与财富的私人占有 最终导致劳动者因没法提高收入 而形成社会购买率水平低 于是造成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把这叫做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 只它具有普遍意义 具有一般性 这个情况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步爆发 那就是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 大危机之后就是大萧条 那这个大危机和大萧条 最终演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参战国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 对二战的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 其实主要是几个以国家主义为实质的国家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被罗斯福自己认定为叫做新国家主义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 被斯大林认定为叫做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资本国家资本为主导的国家主义 日本毫无疑问军国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国家主义 就是军事国家主义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化的国家主义 所以这些国家 当然包括伊斯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其实也被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非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而这些国家最终决定了二战的结局 二战之后 恰恰是世界进入了双寡头地缘控制 这双寡头又恰恰是两个国家主义 一个是美国的新国家主义 一个是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 这两个国家主义的双寡头地缘控制 分割控制这个世界的 是把它变成双寡头的一个控制的势力范围 那在这个控制过程中 双方各自在他们所控制的前沿地区 出现紧张局势 二战中以二战的结果划线的 就是苏联东欧控制的东欧 和美国和西欧控制的西欧 双方的这个划线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儿呢 局势非常紧张 因此人们往往会觉得第三次大战会一树即发 那出于这个紧张的冲突状态 双方似乎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感觉 于是乎美国启动了马西尔计划 把战争中形成的美国的工业大生产 实际上已经进入过程 把他不计代价的转移到西欧 使西欧国家实现了再工业化 就是战争已经把他的工业打垮了 他实现再工业化 当然苏联也会不计代价的把他的整个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生产 转移到东欧 于是乎东欧和西欧同步进入工业化 但这个转移是在他们所控制的事业范围内同步进行的 于是我们把它叫做双寡头的验证式产业转移 那对东亚是美国人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 是拒绝武装日本的 日本当时是完全去军事化了 且不说没有军队 有点警察也根本管不了美国大兵 因为警察手里只有根木棍 没有武器的 因为朝鲜战争 美国人向日本不计代价的投入了148亿美元 使日本迅速进入了战后的再工业化 同时苏联为了朝鲜战争 向中国的主要的东北地区和部分大城市 投入54亿美元 仅仅只是日本的三分之一 但是这个是直接用于军事工业生产的 所以它是一套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 美国投入日本 是不能让日本再军事化的 因此呢 它投入的这个军众工业的整个装备生产线 是不直接生产装备的 只替美国修 双方同时进入工业化 就是亚洲的两个主要工业化国家 中国和日本 欧洲的东欧西欧 都因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类似马歇尔计划 而形成了有完整工业结构的条件 注意哈这是巨大的区别 从这次工业化的投入 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向他们的战略控制地区做投入 除了这次 它是把重装备工业 把重工业和装备工业都投入过去了 除了这次之外 为什么战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入工业化 原因是这些国家都不再有得到完整的工业结构 就是重工业装备工业这种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才能进入的工业 这种工业结构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没有条件完成资本积累 它是一个高资本投入的这样一种工业 所以只有东亚和欧洲 东亚也只有中国和日本 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工业化 原因是这些都是地缘政治的派生的结果 而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靠经济规律 我先进入一般的市场经济 然后发展轻工业 仿制工业 然后促进交换 然后逐进形成积累 靠这种方式完成工业化的 就是按照教科书的模式进入工业化的 几乎找不到经验 几乎没有案例来证明教科书理论是正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第一个片子 其实是给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这个朝野战争 日本得到的150亿美元 和中国得到的苏联的也50亿美元 事实上得到的主要是装备工业 重工业 以出于就近支援战争的目的而形成的 所以我们得先搞清楚 这是二战之后的地缘政治的结果 而不可能简简单单就靠你从轻工业 纺织工业 然后工农交换等等 按照教科书 你能形成完整意义的工业化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找不到哪有成功的经验 接下来我们看 对中国来说更为困难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是通过土地革命战争 来建立政权的 土地革命战争建立政权之后 分散的小农剩余过少 就算你想按照教科书 一点一点的去通过轻工业 然后轻工业发展出产品 跟农民进行交换 然后逐渐逐渐产生剩余 然后剩余把它用于资本的积累 最后进入高资本投入的重工业化 这个事实上也因为高度分散的小农 每个小农剩余都太小 你要想拿到这个剩余 交易成本极高 而使得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说 我们用一般的教科书理论 在像中国这个通过土地革命 取得政权的这个国家里边 想缓慢的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 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很难对分散小农提取原始积累 所以第一张片子我们把问题搞搞清楚 工业化是怎么来的 教科书给定的逻辑非常漂亮 但在现实中 却往往是没有经验依据的 我抹下看 因为我们不能依据教科书 所给定的这些逻辑来解释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形成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可能比较具有挑战性 我不要求大家接受 希望你们在读教科书的时候 哪怕脑子里闪一下 把它做点参考 我们先说的什么呢 先说的什么叫做现代化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质疑这种现代化的概念 其实一百年来 中国人不论是清朝末年还是民国政府 还是中国的1940年以后建立的共产党的政权 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 还是到哪一代 不管政治体制是否变化 意识形态是否变化 人们共同认同的一条 就是现代化 这个没变化 那就是人们一百年认同的现代化 尽管他们没有变化 我们是否有可能有点质疑的能力呢 这不是定论 只是提问 那从这个提问 我们往下可能会增加一些思考 来看看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概念 是否有这个参考的价值 我们先说现代化 其实现代化 不管是否这种国业化 它都只是一个资本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而资本向城市集中的同时期 同量的和等量的发生 风险也向城市集中 所以我们说 这个现代化呢 是人类近代历史中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 因为风险集中 因此必然周期性爆发危机 所以我说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性过程 它就是资本与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 并且一定会爆发危机的 接着我们看和现代化相关的 就资本集中 资本是什么 资本不论所有制 只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 反过来控制住极少数人群 使其反自然的一种异化物 马克思曾经讲过 人类创造的资本这个异化物 只有当资本这个异化物反过来把人类 异化为劳动力要素 全部都异化为劳动力要素了 资本主义中间了 资本不仅把人类要异化为劳动力要素 还得把资源异化为生产资料 只有当他完成这过程的时候 资本主义就中间了 这是马克思的原意 但我们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往往是不等他自然中间 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爆发 就会导致他走向灭亡 所以看着资本这个异化物 它主要的作用是促使多数人 及他们生存所依赖的资源等课题 成为被资本化产生易润的要素 这就是根据我刚才所说 跟大家复述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 来做的一个概念的界定 接下来我们说 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政府是什么 不论何种意识形态 何种制度 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 有极少数人控制的异化物 大家不可能都去政府 对吧 就极少数人才在政府 那因为他被极少数人控制 所以他就会反过来 强制性统治多数人 而无论如何改造 也难以达到其应该达到的公平公正 人们都以为政府应该是首业人 是残范员 政府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 但因为他是少数人控制 无论用怎么改造他 他也很难达到真正意义的公平和公正 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就是一个异化于大多数人的异化物 他的主要作用就在于 以少数人来控制多数人 当然会不会因此人们说 你这个判断是不是就认为你是个无政府主义 我说不 人们会永远提出对政府应该公平公正的要求 也会永远要求政府不断的做自我改造 这个异化物的客观存在 它是一个这个阶段上的现象 你无所谓对错好坏的评价 你只是要不断的要求他 不断的改造他 所以这不是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无政府主义 当然前面关于资本的一个异化物的分析 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是排斥资本的 因为没有资本你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 进入不了工业化的 当我们提出现代化的时候 也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反现代化的 我们只是告诉你 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实质过程 使得人们有自觉反思 并且做出调整的这种意识 能力是否具有 另外再说 能力总之是受限制的 最终我们说 因为有这些问题 那么人们总在追求制度变迁 总是希望能够约束政府 约束资本 同时对现代化做反思的时候 做出调整 但是这种愿望本身 受到什么变化的制约呢 受到制度变迁的制约 不论何种主义 何种意识形态 制度变迁都只是原来占有收益的 利益的集团为了更多占有 并把形成的风险及其代价 向外部转嫁的一种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原来占有利益的主要利益集团 他们在推动的制度变迁 其实是更多占有收益 更少的承担成本 不能顺畅转嫁代价的 就变成所谓强制性变迁 能够顺畅转嫁代价的 就被叫做幼稚性的变迁 幼是幼导的幼 幼稚性变迁 所以这样看呢 我们其实不外乎就是形成了一个概念的解释呢 似乎更为严酷了一点 我们把很多浮光烈影的东西抛掉 我们就是直接深入其中 去看事情的本质 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事情的本质为什么能够被发现呢 是因为如果你做出一个曲线来 你会发现美国在农业时代也是平稳的 中国在农业时代也是平稳的 因为进入工业化 所以出现巨大的经济波动 这也是 中国也是巨大经济波动 什么情况下波动剧烈呢 美国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 中国呢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研究经济波动的过程中间 我们会发现周期性经济危机 本来就是资本与风险同步集中的一般规律性表现 这样我们就不必用意识形态来归纳 中国也爆发周期性危机 美国也爆发周期性危机 这是共性 所以我们说我们当把所有这些个别的经验 升到共性高度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把特殊性的认识上升到普遍性 上升到普遍性 那你就找到了所谓形成规律解释的那个起点 因此在我们有关的研究中 我们一向强调 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起点来建议你的解释逻辑 但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比较客观的解释逻辑 一般都会把这个逻辑的起点 放在这个经验过程的起点 的这个同点上 如果你把这个经验过程 任意截取其中一个点 然后你来构建逻辑解释 那很可能这个逻辑解释就不够客观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从1949年算起 因为1949年是被叫做新中国的这个国家 或者被叫做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个国家 它建立这个政权的起点 所以我们说从1949年研究起 可能就更是我们构建的解释逻辑的起点 和经验起点相一致 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研究呢 我们就得把我们现在关于周期性危机的研究 和中国发生现代性的危机的起点 比如说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起点 可以上推到2933大危机 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 上升到这个点上 2933年这个点上 也可以上升到1840年 西方因殖民化扩张到东亚 开始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从这个时候开始 甚至还可以再上推 上推到当中国大量向西方出口 形成这个贸易顺差 而西方的贸易逆差 就是贸易赤字越来越严重 于是西方因贸易逆差而形成战争 我们可以把经验的起点更上推 上推到西方的殖民化前史 上升到东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 所以在这些起点上建立起来的解释逻辑 可能越往上推 这个解释逻辑的解释能力 可能就越会加强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 当我们谈到周期性危机的时候 我们是尽可能把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 接下来我们再看 当我们说到1949年这场危机的时候 我们说十次周期性危机从1949年开始算 那在我们第一版书 就是八次危机那版书里边 我们不把1949年的危机纳入前来考虑 主要因为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初 所受到的主要的挑战 是原来民国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 当年我们在形成八次危机那本书的时候 开始花了相当的篇幅解释 为什么我不把它纳入 我们说因为1949年的恶性通胀 是民国时期连续十多年通胀的一个延续 它不应该被算作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 因为追求自身的发展而形成了危机 那现在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调整 当我们改第二版 之所以叫做十次危机 是因为我们把第一次 就1949年这次纳入了 纳入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中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一直是接受苏共 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思想理论 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指导的 那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党阵营 一向认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者是农民革命 农民革命连资产阶级革命都算不上 属于落后的国家的一种民族民族民族主义的革命 那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便算完成了农民革命 也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先进入资本主义 在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之后 才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推进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苏共对中国的这个认识呢 使得苏共长期不承认中共共产党是共产党 你们是农民党 因此认为中国即使是建立了政权 那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也应该是什么呢 发展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 1947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 基本思路仍然是参照着这个 按照马克思当年给定的五个阶段论的线性思维 它这个历史是线性发展的 而提出的中国应该先 就建立政权之后 先发展叫做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族资本主义 对这点 当我们有了一个认识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知道49年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它同样会带来经济危机的 也就是说除了你延续着民国时期留下的恶性通胀危机之外 你开始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时候 民族资本主义其实就是私人资本主义了 当你想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时候 你遭遇到的恶性通胀的压力 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这个客观过程呢 也是非常凶险的 充满着危机的 所以我们就把1949年到1952年这个阶段 从1952年以后中国进入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就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了 而在1952年之前 中国还是以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为主的 那我们得把私人资本主义在早期落地生根的时候 它所遭遇到的这个危机问题 归纳起来做个分析 那因为这是新的 在上一版书 第一版书里边我们没有纳入 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摘出来 做出一个分析 这个这是第二部分 来分析新中国之初 关于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 它的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先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说了 要强调的什么呢 就是民国时期遗留的恶性通胀 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是怎么造成的呢 大家注意哈 早在二三十年代 西方发生生产过程大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民国还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 我们从156几年吧 我印象来好像是1567年还是什么时候 16世纪中期 明朝 因为中国的海外贸易产生大量的顺差 那你对外输出的商品回流的出了白银 中国当时不要什么东西 所以就使得中国成了一个贸易顺差转化为白银不断增加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他自己不产银 卖来的白银 导致到16世纪中期的时候 中国官方以足色白银作为税收的主要的来源 也就是税收只收白银 并且要足色 那于是官方的白银化 官方是财政税收的白银化 导致中国经济全面白银化 这个不产银的国家只能是大量向外输出商品回流白银 这个做法 就这种这种所谓的白银贸易 导致双输 欧洲那方面 因为他大量向中国输出白银 引发白银战争 白银战争最终演化为殖民化对外扩张 去了美国的白银 美洲的白银 那在中国 因为白银不是商品 白银变成一个 能够长期储藏的财富标识 财富的一个标识就是白银 所以白银被官方被富人大量储藏 储藏的客观结果 往往导致你这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影响 有时候这个世界在殖民化前世 没有开展大规模殖民化之前 先发生的是中国大量使用贸易英语演化成的白银 而带来东西方之间出现的经济发展的波动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白银币制 白银作为中国的货币 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 当西方放弃黄金本位 并且遭遇到大危机 导致银价发生波动的时候 那这个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 当它的这个银价波动 中国自己不能控制的时候 就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放弃白银币制 放弃白银币制用什么替代呢 用国家主权货币 当时叫做法币 就是我建立这个国家政权 用这个国家政权向我的纸币付权 形成的这个纸币体系 就叫做主权货币 这是中国第一次尝试建立主权付权的纸币信用体系 但是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是1935年 这时候日本已经近战华北 跟中国在这个货币市场上发生竞争 因此他从1935年开始 发行法币的时候就受到了外部影响 到1937年日本全面期化战争开始 这个这个这个法币的这个这个币值就开始 从原来一般意义的通货紧缩变成了通货膨胀 从1937年一直一路通货膨胀的1949年 直到法币垮掉 法币垮掉是1948年再次币值改革 当这个这个货币开始从刚刚发行的时候 还是小面值的只是20块钱 等到发行出没几年之后 他就遭遇到严重通胀 这时候就是大面值货币100万到500万 而到十几年之后 当他要改型法币的时候 就发现这是60亿块钱 60亿元的货币折合金元券 就是当改革法币改变成金元券币值的时候 刚才有一点有一点可能有口误 到1948年的时候 其实是放弃法币改型金元券 金元券是从美国 因为美国1944年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承诺对黄金兑换 所以当时美国因为战争中储备了世界上60%的黄金 发行全球70%的货币 这个贵性储备和它的货币总量之间是对应的 所以美元可以稳定的兑换成黄金 那这个时候美元是美金 因为它是以黄金作为储备的 那中国政府当时从美国借了4800万美元的 这个所谓的硬通货 那就叫做美金 以美金为储备所发行的货币叫做金元券 那这时候放弃法币改型金元券 这次呢金融改革是美国人帮着做的设计 所以当年的金融改革也是顶层设计 是西方跟中国配合的 那这个金元券发行就意味着把旧币权收回 所以那个时候最高额面值的货币是60亿元 它才折合金元券一万元 可见当时的货币贬值的幅度是多么严重 由于它只以美金作为储备发行货币 就要求把世界上所有贵金属全部收回 但这个体制是个官僚体制 它跟各个利益集团有非常复杂的联系 所以它做不到 做不到的结果就金元券大幅度贬值了 所以好了恶行通胀呢 就由这次顶层设计的避制改革失败 而寓意严重了 那当然就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现代金融体系垮掉了 现代金融体系垮掉之后 接着垮掉的就是现代财政体系 而现代财政体系呢 在国民党的政府晚期呢 其实从抗战开始一直就是这样了 百分之八十几的财政是拿来支援军队的 军队要打仗 当它的金融财政相继垮掉的时候 接着垮掉的就是现代军事体系 现在它的军队必须有大量的重装备来支持嘛 假如你没有财政没有金融了 就有点没有装备了 那同理呢也没有军费了 也没有军饷了 于是后呢军队就垮了 军队垮了 那当然现代财政 现代金融 现代军队的三大体系都垮掉 国家也就垮了 所以这个民国政府的解体呢 应该是从现代金融制度解体 最终导致的国家解体 那留下的问题就是严重的通胀 这里边给大家看到的这么多白条 其实就是一个对比 讲的是当时农民革命为什么能够打下天下 除了农村包围城市以外 更重要的是当时农民革命是没有现代财政金融 也没有现代化的军队的 那它主要是靠什么呢 靠给农民做土改 也就是说土地革命嘛 让农民平均得到 也是无偿得到土地 就平均分配土地 因此它对于所有的农村中的人口 具有最为广泛的动员作用 那于是乎呢 就是大家知道 有个故事讲淮海战役 为什么解放军能够打败 这个国民党百万大军 是因为每一个解放军前线士兵 背后有38个农民 在向他做后勤 烙饼的呀 纳鞋底的呀 缝衣服的呀 抬担架的 送这个弹药的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农民在做 那这些农民做的事情呢 又没有财政开支 来支付 因为农民得到了土地 他们是之前是一种近乎于无常的 那部队给农民呢 往往是打白条的 这些呢就是当时 就是解放战争结束 这是剿匪时期了 还是仍然是以打白条 所以这时候你不必建立现代财政 现代金融 你的军队呢 也有战斗力 而那个完全靠现代化的财政金融 支撑的军队呢 一旦 财政金融垮了 这个军队也就垮了 所以为什么最后是土地革命战争 导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 这是当年的一个核环情况 那这就是当时土地革命的作用 我们说土地革命作用 首先是完成了全民动员 当时农民人口占88%嘛 那大家都要有块地嘛 所以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起来 参加了土地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把妇女也动员起来了 所以中国是妇女解放程度最高的国家 那这个因为全民被动员 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建设 就是一个参与度最高的国家政治建设 英文叫做state building 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极权政治 其实呢 话说回来 就是如果它不是全民的广泛参与 这样一个没有财政金融 没有支撑 就没有经济支撑 它这个政治这个结构是很难稳定的 正是因为大多数人 要我们说占人口88%的农民的广泛参与 才使得这个政权在最初建立之后呢 尽管遭遇了很多挑战 特别是经济危机的挑战 它仍然能够稳定 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参与度高 我们往前看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当时因为严重的物资短缺 和这个也没有贵金属储备 那国民党政权解体的时候呢 退向台湾 把当时旧政府那点贵金属储备 黄金白银啊 都带到台湾去了 所以这个新的政府一建立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任何储备的 那因此呢 新政府建立之后 它的货币发行 再加上当然有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就它的货币发行呢 一开始就就是毛票子 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在1949年到1950年是非常严重的 恶性的通货膨胀达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最高的能高到85.4倍 在13个大城市 这个物价指数呢 能涨到多少呢 7000%多 这个除了民国时期遗留的个性通胀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你是农村包围城市 拿下大城市之后 城市的管理要靠前政府 原来的老一代的那个政府 他退走了 要靠前政府留下的教员啊 公务员啊 警察啊 靠这些人来维持 所以这个政府部门 得尽管你在解放区里发动农民革命的时候 你可以不建立现在财政金融 但进入城市了 你得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 那警察得拿工资 教员得拿工资 医生得拿工资 政府各个部门 包括给水的给店的 所有这些东西 他都需要拿正常工资来维持 因此这个对于城市的维护成本 就变成了必须有财政支付的这部分 在解放区你可以不用 但到了城市 那你接手了这个城市 你也接手人家留下的所有管理人员 那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开支 所以1949年统一中国大陆 接手了大城市之后 这个新的政府一建立财政 就发现差不多四分之三的财政是赤字 没有来源 因为经济已经垮掉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财政赤字就只能靠增发货币弥补 而增发货币又意味着进一步恶化通胀 你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 你再大规模增发货币 那不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更严重吗 这就进入恶性循环 那接着同时期 在恶性通胀条件下 共产党这个新的政府 又执行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 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而在恶性通胀压力之下 任何什么主义 你都不用去多强调 只要你让私人资本投资 它一定会投到投机领域 因为在实体经济条件下 是受不了恶性通胀的 这个任何政治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高通胀 实体经济是干不得的 因为实体经济所获得的收益太低 于是乎呢 私人资本没有去发展实体经济 反而大量进入投机领域 那怎么办 所以一方面你是恶性通胀 一方面恶性通胀条件下 私人资本大量进入投机 于是呢 这个危机就是一个新的政权 生死存亡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强调后来的土地革命 是因为农民分了地之后 传统农民的行为 是尽可能的努力工作 省吃俭用 存钱买地 今天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大家不知道 这个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 就是30年代 搞这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强调 土地一旦分道户 就是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他早期的观点就是 生不增死不减 允许自由买卖 当年就是这个 就像我刚才讲到了 其实中国共产党也好 中国国民党也好 他们早期的革命 都是被苏联用 所谓的线性的 五个阶段论的马克思主义 来加以指导的 苏联之所以当年 主要支持国民党搞革命 是因为国民党搞的革命 被苏联定义为叫资产阶级革命 苏联认为中国应该先搞资产阶级革命 然后才能再搞社会的革命 所以他主要支持是国民党 那当然在土改问题上 也是以土改所形成的 农民平均力全之后 也认为应该先发展什么呢 发展富农经济 通过富农经济 你打掉了地主 地主是占有地租剥削的 你打掉了封建的地租剥削关系 但你应该鼓励什么呢 鼓励农村的商品经济发展 促进等价交换 通过交换形成积累 通过积累形成工商业 工商业进入资本主义 你才有下一步 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这套线性思维 在整个中国革命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 应该说一直是一种指导思想 那从因此呢 毛泽东早期推进土地革命的时候 也是强调农民应该土地自由买卖 形成相对规模 然后产生收益变成积累进入工商业 也是这个思路 那到后来47年的新民主义革命 到1949年建国以后的 当时的经济方针 也仍然是尽可能的发展 私人工商业 当时中共在土改问题上 严重的要纠要纠偏差 纠的什么呢 就是纠的那种连地主赋农的城市中的作坊 店铺也都被一并分 他说这是绝对禁止的 因为这是资本主义成分 一定要保留 并且当年也是主张发展赋农经济的 而这套政策主张 恰恰迎合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 追求积累购入土地这样的动机 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 农村的土地改革 所产生的农民的行为 导致了大量增发的货币流入农村 被农民作为买地的财富存起来了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1950年到1951年 新政府增发的货币70%流入农村 我们都知道财政赤字占70%左右 60几 将近70 你在增发对应的货币 才能弥补财政赤字 增发货币就要转化通胀 没发生严重通胀的原因是 农民把增发货币吸纳 存起来了 他要干嘛呢 要准备买地 所以我说呢 这个这一章我们讲这个土改对于中国 新中国1949年那场危机 起的重大作用就是 他吸纳通货膨胀爆发的这个基础 就是农民要追求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农民的理想 就是买地 变成个这个这个有一定规模的生产者 这个目的导致农民存了当时发行的人民币 帮助新的建立的政权 降低了通胀发生的这个条件 你才有可能多多少少不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更有意思 私人资本大量进入城市投机领域 那一开始当然主要投机的是贵金属和股票 因为这东西 这个虚拟资本市场的交易 是最能够产生投机收益的 但是因为你能这个东西太过分了 所以当时 共产党在城市的军管会 直接触动军队 不是一般的政府看得见的手 而直接触动专政工具 把所有这些投机交易疯了 那于是乎这个私人资本的力量 就转向什么投机呢 转向生活必需品 那就主要是粮食和棉纱布 这东西是老百姓日常都需要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搞白色大战 主要白色什么的 白米和当然白面也算了 米面是白的 纱布也是白的 所以叫白色大战 这个白色大战在1949年建国之后呢 打了三次 相当于打了三次 就是军事上的三次战役了 辽神战役 淮海战役 辽神战役 平一战役 淮海战役 这三大战役 打败了国民党的主力 那好了 现在呢 是当私人资本大量进入投机的时候 这个新政府在城市也打了三次 叫做白色大战 就是米棉大战 那谁给他提供这个作战的能力呢 还是农民 因为共产党大规模推进土改 农民的生产机器性空间高涨 短期内他的这个农产品 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产量 就大量增加 于是呢 当共产党打过长江去 占领了南方的主要工商业城市的时候 遭遇到私人资本的大规模投机 那他就从解放区 大量的调粮食和棉沙 调到大城市 准备应对这种投机冲击 最终的结果 当然大家都知道 私人投机被打败了 被打败之后 那就整个物价水平陡然下降 从高额通货膨胀 一下跌入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上 所以我们说在这场危机 就是民国留下的危机 和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机 就是投机的危机 这两个危机的共同作用之下 那这个危机能够被克服 主要是因为土改所造成的这么一个收益 所以我在补充这一章的时候 把这一章加了个标题 叫做土改红利 大于老危机加新危机 这个道理 应该说 至少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怎么看待1949年到1950年 当时所发生的投机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当时 你们应该知道 通过革命所形成的政权 是能够创造主权的政外不幸 帝国主义 在中国所形成的资产被没收 不是赎买 大家知道 这个非暴力革命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权 都要跟宗主国谈判 宗主国在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财产 是不可以被没收的 和平的方式所形成的政权 是不产生主权的政外不幸 产生的很可能是父外不幸 那这个革命所形成的政权呢 它因为是直接没收了 西方各国在中国的资产 那这个资产被没收给谁了呢 没没没收给国家资本了 所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是通过没收 帝国主义在你这个发展中国家 所形成的资产形成的 接着 原政府的官僚资本的资产 也被没收 演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资产 所以客观上就构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一个新的政权建立的时候 它同步发生的是 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 在这个国家经济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好了 那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了 就是当私人资本营投机被打败了 谁站得住呢 国家资本站得住 为啥呢 是因为你使用的手段 主要靠国家资本 比如交通运输 靠谁呢 不可能靠私人资本 大量从解放区钓鱼 钓鱼物资 然后帮助 占领了工商业大城市的新政权 来跟私人资本斗争 一定是国家资本 好了 仓库谁的呢 国家资本的 资金谁的 国家资本的 你所有使用的所有手段 其实都是国家资本 在跟政府直接配合 当政府直接用看不见的手 干预市场的时候 也是用的国家资本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导致尽管没有进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推进社会的改造 但是国家资本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份额 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农民作用 土地改革 造成农民的积极性 共产党可以直接从农民农村那儿 得到足够的物资 来压抑通货膨胀 同时打掉投机 另外一方面 就是国家资本的力量 这两者 土地革命 带动农民的支持 和国家资本 从原来的官僚资本和地国资本 占有的国家资本里的资产 这两部分都属于 这个新政权 得以打赢这场经济战争的 叫做主权正外部性的作用 这两个方面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他其实同时也解释了 大多数农民革命在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革命 农民革命建立的政权 往往很难在大城市站住脚跟 这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 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 人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教训 他被西方意识形态给定名为了不同的罪恶 但其实只是说 农民革命在农村可以靠打白条省村 他可以不建立现代化的财政金融 但一旦进入大城市 就必须维持得住城市的经济社会存在 那就得靠建立现代财政金融 只要你一搞一定是赤字的 因为你没有来源 你是农民革命的政权 你从哪来 整个资本是私人的 你没有 如果没有形成一个 作为基础的国家资本 往往很难避免失败的结局 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 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占领城市之初 这场危机的成败是关系到这个新政府生死存亡的 所以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他是怎么进入工业化的 怎么应对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场大危机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的什么呢 就要讲中国是怎样完成工业化的 看这是旧中国的积累方式 旧中国的积累方式 地主是规模农业剩余的流通主体 因为地主跟租地的农民签订了租约 到有收成的时候 你得自觉的给它送过去 地主是不会去到你们家一家一户去去要的 那些去收租的往往是遭遇到困难 他才去 正常情况下 地主是愿意把土地租给中农和富农 中农和富农的生产率高 产生的剩余多 有利于地主更多的获得农业剩余 所以当时在民国年间 这个中农和富农叫做规模农业剩余的生产主体 地主因为可以几乎零成本的占有剩余 所以它叫做规模农业剩余的流通主体 地主阶级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 只占农村的7%左右的人口 它占有多少剩余呢 大约1%到40% 就是3%40%的农业剩余 地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随意挥霍的 它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要用这个剩余到城市去交换其他的东西 甚至去发展它在城市中的工商业 所以它是变成了一个民国年间 推动工商业资本积累的这么一个力量 比如说地主往往变成在外地主 就变成推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这么一个力量 叫工商业地主 这是民国年间 之所以能够在大局出定 就迅速进入民国的黄金增长 就当时叫做20年代30年代的黄金十年 年平均增长率百分之八点几 这个增长速度很快 就在于它当年也是有条件 从农业提取剩余进入工业化的 但是我刚才讲到了 当你把土地完全平均分给农民的时候 那是无论它生产能力好坏 如果它过去是个老中农 它生产能力很强 但它同样得到的是平均的土地 过去如果它是一个生产能力不强的人 它也得到这么多土地 因此它实际上不利于规模剩余的产生 而任何一个工商业主体 当它要进入农村 面对的是上亿农户 四亿小农 它的提取剩余的交易成本也极高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利于工业化的 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农业集体化 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一个生产队 这样它的交易成本 就获取农业规模剩余的交易成本就下降了 所以当1952年 中国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开始大规模发展工业生产的时候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 怎么解决跟分散农民的交易 这时候开始发展互助组出击社 尤其是到1953年 统国统销提出 这个时候呢 这个初级社就变成了一个 国家为了维持统国统销 从农业占有剩余 推进工业化 而形成的一场社会运动 就叫做合作化运动 当这个政府帮着农民 组建起了几百万个合作社的时候 就意味着政府不必再去跟四亿农民做交易 直接跟四百万个合作社打交道 至少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交易成本下降了百分之一百 只付百分之一了 原来是四亿农民嘛 你现在直接直接只跟四百万合作社打交道 那就是原来的交易费用 那也只有百分之一了 当然不能这么算 这太有点简单了 但是有一句话可以拿来说 就是当统国统销开始推行 遭到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搞合作化 所以分散的去跟农户 去统购是困难的 当全国完成合作化的时候 毛泽东跟陈云有过一句话 讲的很有意思 说你看 你这个统购统销面对这么多的小农 叫做满头乱发没法抓 现在他们变成合作社了 这叫做编成辫子就好抓 这个道理其实说的很通俗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 就意味着用合作社的组织方式 化解了政府与分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 当然毛泽东的话说的很风趣 但其实体现的是交易成本理论 我们或者叫做交易费用理论 所以我们说两种不同 民国年间能够进入工业化 在于它有规模生产主体和规模流通主体 在新中国进入工业化 主要在于它能够通过组织化的方式 更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当1960年苏联撤走了 不再援助中国的工业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陡然进入了零资本时代 工业化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 同时排斥劳动的过程 所以什么叫做工业化 工业化就是一个资本增密 排斥劳动的过程 八个字 资本增密 排斥劳动 突然你没资本了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 不论你有多大能耐 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之中 突然没资本了 你还得还账呢 那就是负资本 一般都无法维持 所以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 一般都是对宗主国有依附的 宗主国给你投资 你能进入工业化 宗主国一旦说你不听话了 停止投资 你立刻工业化卡掉 不垮 跟他听话 老老实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发展的国家 一般摆脱不了依附关系 那中国呢 因为五十年代 苏联投资金管规模很大 迅速进入工业化 但是这时候呢 中国的新政府认为 我们曾经被殖民化了很长时间 我们现在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因此必须表达不同的声音 有时候双方开始发生矛盾 那这个矛盾越来越严重 发生论战 论战最后破坏了两国关系 那最终的是苏联说 既然你不是我的战略伙伴 那我就停止对你的援助了 所以早就停止了 那中国人自己用自己的能力 来维持这个苏联留下的重工业 是很难的 他就要上钢铁呀 要大链钢铁呀 大跃进等等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做得很差 维持不住 就60年就陷入了 因要想维持住 而爆发的财政赤字危机 这个财政赤字危机就导致你没有就业 没有就业就得从1960年开始 往农村输送城市 不能就业的青年劳动力 大家也都知道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 青年失业率 往往是社会冲突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任何国家只要青年失业率上升 社会冲突一定爆发 人们很奇怪 说1960年中国曾经有过严重的饥荒 人们饿肚子 为什么没发生事 其实城市中的过剩青年劳动力 被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了 才导致这个危机所演化的社会冲突 没有在城市爆发 当然那个年代 社会犯罪是有增加的 但是因为农村当时是集体化 承载了城市过剩的劳动力 下到农村去 它如果是分散的一户一家一户 它就承载不了 正好农村那时候已经完成了集体化建设 1956年高级社是以相为单位 1958年人民公社还是以相为单位 这时候呢 就能够比较顺畅的 承载 城市因危机爆发 而必然排斥出来的青年过剩劳动力 那这些人一下乡 大概这个年代前年后有一千多万人 一千多万青年 因不能就业 从城市下乡到了农村 当然那个时候意识形态是以革命口号动员的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人们都以为我们下乡支援国家农业建设 那就打着红旗唱着歌下了乡 那就导致呢 其实客观上是农村化解了城市危机的代价 那1960年以后呢 城市的工业化危机呢 就得到了软着陆的条件 所以我们这样看呢 这农村的集体化不仅是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你要同工统销拿到农业剩余吗 那集体化节约交易成本 而且集体化还承载了城市产业资本的危机 更为重要的这是三大功能 第一化解交易费用 第二承载城市产业资本危机 第三 你不是零资本吗 人家不投入了 人家撤资了 这大家都知道 苏联人1960年撤走了全部的技术援助 全部的这个投资援助全撤了 那你就剩下什么呢 就剩下人留下那些那些重工业军事工业在那放着 那你怎么维持呢 在零资本条件下怎么维持呢 唯一的 中国维持着工业化没垮 唯一依靠的就是成规模的集中劳动力 只有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 才能替代零资本 工业化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 资本没零条件下怎么工业化 其他的正常情况下 你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都垮了 中国当时是把用集体化的方式成规模的集中劳动力 上工地 那你只要有建筑工地 无论是建水库啊 还是建公路啊 修铁路啊 只要你有工地 这工地就需要工业的产品 特别是重工业的产品 比如铺铁轨 上电机 你得有炸药吧 你得有车吧 你得有挖掘机啊 你还有推土机啊 拖拉机啊 等汽车啊 这些都是重工业的产品 哪需要呢 工地需要 所以当年从60年代苏联撤资之后 中国大概用了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 靠大规模上劳动力 搞了38000多套大型水利工程 水库啊 大中型水库是36000到38000多个 同时形成了与这个3万多个水库配套的 大中型水库跟它配套的灌溉学习 同时呢 就改造了中国的农业 是过去的灌溉面积从不到20% 上升到47% 接近50% 那灌溉增加 就意味着产出增加 所以到70年代的中后期 中国的饥饿问题基本解决 这就靠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 那你要想让劳动力投入 除了革命动员之外 这时候强调街义斗争啊 强调工中大众的主人地位啊 等等 这些当然是意识形态动员很重要 但更为主要的是 国家通过基地化 一方面提取了剩余 另一方面的使用基地化来组织 劳动力下的工地上去 那下的工地上 国家正好把它提取的剩余 变成让你上工地能吃饱的 那个粮食供给 所以我记得我自己是1968年插队的 我们之所以当年只要是有工程 让我们这个生产队 生产大队组织劳动力去上的时候 大家都挺高兴 打着红旗 喊着口号要去报名 很积极 为啥呢 到了工地上基本能吃饱 你在生产队干活呢 往往可能会吃不饱 尤其像我这种壮劳力 一天干很多活 我吃的应该比较多 那时候一天能吃三斤粮食 对吧 给不了我那么多粮食怎么办呢 我只能是收了工 去给那些有自留地的 自留地比较多的家庭打他短工 帮他干点农活 他管我一顿晚饭 一天早饭中饭我自己吃 晚饭基本都是在人家吃的 我吃百家饭 这个就意味着我纯正公分 拿不到那么多的公分粮 满足不了我 哪怕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费需求 所以我就得去打短工 就得去帮着别的人 别的人家为什么能干得成呢 是因为国家把剩余拿走的比较多 留下的其实主要是按人口分 所以我们这个大队分的时候呢 是人口分百分之七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按劳动分配 因此越能干的劳动力 你只分的那百分之三十的劳动 劳动分配 那越能生孩子的人家 孩子多的 他按人口分的就越多 所以人期劳三比例先决 先是按人口分 当然就导致那些人口多的家 分的粮食多 因为他是孩子多嘛 当然就吃不了那么多了 对吧 再加上人口多的家呢 可以多分自留地 多分自留地 当然他的自留地的产出就高 那因此往往是人们愿意多生孩子 不愿意多干活 所以这个集体化呢 不是别的原因 而是因为国家拿走的太多了 那国家为什么拿走多呢 是因为国家要上工程 国家把拿走的这些粮食 放到工地上 正好把我们吸引到工地上去干活了 那这个这么一个经济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大家就理解了 为什么那个年代上的大中心水利工程 比后来要多得多 就是他可以成规模集中劳动力 只要有大型的工程载 无论是公路铁路水库 所有这些大工程载 就需要工业的重工业的产品 它才能满足工地的需求 那重工业就活了 那所有这些这个循环 都得是国家直接出手才能完成的 所以在外资撤出 资本投资为零的条件下 用劳动力成规模的去替代资本 还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体系来循环 这个国家的工业才能维持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 对六七十年代的事情呢 持否定态度 我们恐怕需要多做一些分析 特别是像我这种过来人 我们自己有亲身经历 我们来看当年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 这样可能更客观一点 那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中国用了六十年的时间吧 其实至少前三十年 是在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工业化原始积累 就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 当你没有资本的时候 你就得使用劳动力 这个基本道理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六十年代所发生的两次危机 主要是五十年代 你吸纳苏联投资所形成的 所以我们说叫四次外资 演变为九次危机 什么道理呢 就是除了第一次之外 1949年的次之外 我们说1950年 因为朝鲜战争 苏联大规模向中国投资了 这个投资大约五十亿左右 按美元算五十亿左右 那这个五十亿呢 以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为主 那它和一般的工业投资不一样 一般的工业投资是有正常的工业产品的 你如果上一个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到 纺织工业到一般商品生产 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结构 那最终的产品呢 是那个轻工业纺织业 或者是一般商品的那些商品 它卖出去以后形成的回报 你可以用来维持这个工业化的 整个结构运转 但如果上的是重工业 没有上轻工业 纺织工业 一般商品生产 那就意味着这工业没完 没完就没有产出品 没有产出品没有卖出去 没有卖出去就没有回报 因此这个工业它的维持过程 成本期高 我说呢就是双重代价来维持这种工业 但你没有它又不行 因为它是战争打出来的 你周边地缘环境又比较紧张 就客观上来说 你得用相对高成本来维持这种工业化 这就是当年中国这个 之所以一次外资 就会带来两次以上的危机 主要原因就在于 这种工业维持在极难 所以50年代苏联投资 到60年代爆发第一次危机 68年爆发第二次危机 这个两次危机都是你 拿了这样一个重工业投资 最后你得追加成本来维持它 所形成的这个危机 我刚才讲到了三线建设 最终演化成了1968年的危机 原因就是三线建设本身也不产生收益 军众工业建设不产生收益 因为军众工业的产品是飞机大炮 是打下来掠夺了人家的资源 占有了人家市场 它的这个战争的产品 就算有了最大化的收益 而这个发展中国家 形成的政权 发展了军众工业 没有能力像西方早期那样 对外做持民扩张 因此它的军众工业 即使有生产 也往往只是军品的那个 那种产品它是没有回报的 因为它无力做对外扩张的这种战争 所以它就变成成本 所以我们才说维持军众工业体系 需要更高的叠加的 甚至倍加的制度成本 就是这个道理 也因此它所带来的呢 不是很好的效应 而是这个成本转化成的危机 所以我们说在60年代 以50年代苏联的这种军众工业投资 而形成的制度成本 导致60年代爆发了两次经济危机 那因为这两次危机 这个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 他们的利益是很难协调的 所以才出现了 以革命的名义啊 或者以其他名义啊等等 所做的努力 如果我们从真的懂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就会明白 没有任何调整 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 调整的代价 都是非常显著的 那60年代的各种调整 也是有巨大代价的 这些代价有时候表现为 不同名义的社会运动 这个恐怕 大家要重新做分析 才能有所理解 到1969年 中苏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冲突 这冒到战役了 大家都知道 那甚至导致核威胁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 当时是毛泽东周恩来 这一代领导人 通过兵方外交 小球带大球 这个恢复了对西方 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 特别是美国 恢复了对西方的外交关系 那尼克松访华 这是一件 这个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 尼克松访华之前 先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 这就为中国带来了 第二次外资进入的条件 正在这时 我们大家知道 战后西方的工业复兴 很快到六七十年代 发生战后的西方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 就向外转移产业 这个时候转移的 就是以一般商品生产 以劳动密集产业为主了 所以先武装起来的 七十年代 西方转移到亚洲的 主要是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 而七十年代 中国开始对外呢 并没有完全放开 西方产业进入 中国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引进西方的设备 这是第二次外资的特点 假如第一次外资 苏联到中国 是因为朝鲜战争 导致的战略性援助的话 那么第二次外资 是中国为了调整 自己的工业结构 有选择的引入外部设备 叫做引进外国设备技术 改造中国偏重偏均的工业结构 这是七十年代 这样的引进 同样是要有代价的 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7年制定了43亿美元外资引入的方案 那后来毛泽东去世之后呢 华国锋 你先念 陈云他们制定的是82亿美元引进外资的方案 所以整个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中国引入的是五十多亿美元 七十年代中国引进的是五十年代的两倍半 一百二十五亿美元 并且后来这次完全失去 原本是要五年到十年引入的 结果两年就超过了 所以越是成规模的大量的引入外资 造成的外债转化成的赤字就越严重 注意啊 外债在张实中国的国家资本体制之下 就是直接转化成赤字的 所以毛泽东第一次43亿美元引入的时候 他是1971年制定的 1972年开始引入的 三年之后 1974年就爆发赤字危机 这时候毛泽东只好把邓小平请回来 说他是个管理方面的 经济管理他有能力 要让他来抓管理 他抓管理呢就是调整整顿 这调整整顿意味着做空 那就当然毛泽东就不满了 就又让他拿下来了 所以邓小平的第二次起落 不是有三起三落吗 第二次起落其实是1974年危机 和危机调整这个过程的一个客观表现 那因为你没有调整的城 所以呢 就又再次动员城里的失业青年下乡 所以74年开始 是中国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是68年下乡 是中国第二次 也是因为那次危机没法解决 所以把城里人动员下乡 74年危机没法解决 又动员下乡 所以中国一共有三次上山下乡运动 每次都是危机的派生出来的 至于谁对谁错 后人可以平税 我们只不过建立了一个相关的逻辑解释 那76年开始 你城市危机软着陆了 76年开始好像又进入了一个相对 经济增长的阶段 这时候77年 毛泽东76年去世了 77年华国锋 李先念 陈云 他们又做了一个方案 又开始引进 这个引进 很快就在7879年 就77年引进 7879年 两年之后 就造成严重置证 而这个时候 毛泽东去世了 没有谁再能动员城里的事业青年下乡了 这时候已经下乡 但是还要回来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中国一次危机 造成1000万到2000万左右的失业 这时候2000万失业 加上2000万回程 就变成4000万人的失业 但是在外国人做研究 或者中国现在的学院学者们 做研究的时候 他搞不懂 因为这些人不记入失业 人家有道理 人家说你还没就业呢 我怎么算你失业呢 所以把这些人 当年就1980年代的初期 就叫做待业青年 那时候我们一家兄弟姐妹 都陆陆续续回来了 就成了待业青年 所以我们这代人承载了很多代价 危机的代价 所以我们说这次 到这个两次引进外资 第二次引进西方资本的时候 造成的也是赤字 赤字转化成的危机呢 就变成大规模的不能就业 不叫失业 现在就叫不能就业 不管说什么吧 这时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 这个改革呢 故事也很复杂 我们今天大家很多耳熟能详的事情 其实都和那次大危机有关 这1979年 1980年 那危机爆发了 四千万人代业 怎么办呢 首先是社会犯罪大量增加 于是我就两个严打 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严厉打击社会犯罪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没有就业啊 所以弄个大的塑料精面包 跑到这个 离香港最近的沙头角 倒卖倒卖 当时香港已经生产了大量的什么尼龙袜呀 什么这个录音机呀 什么电子表啊 等等 这个墨镜啊 就这些东西 当时内地没有生产吗 就倒到内地的城市来卖 这些人被叫做成不贩运 好多人就因为叫做经济犯罪被抓了 那时候大龄男女青年回来要谈恋爱啊 对吧 又没房子住 所以就接上谈恋爱 接上谈恋爱难免就有点这个行动了 所以就把这些啊 接上谈恋爱的人叫做犯罪 就是流氓犯罪就抓起来了 抓了很多这种事儿 都是你他他没地去啊 所以这些人都进了 就是劳改了 那他一旦劳改 他出来以后就不能正常就业了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 当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叫倒爷 倒爷听说过吗 就是倒卖倒卖的 那这些人就变成私营个体经济的基础 很多人就都说 都说是一拍胸脯 我下过狱 就类似像这种社会混乱的现象呢 就是80年代那次危机的结果 不能正常就业 那怎么解决呢 当时就是政府要求所有的国有企业 五个人的饭 十个人吃 今天说国企没效率 其实当年应对危机 你让他没效率 他明明只能容纳五个人工作 你非让他十个人都加入进来 那可不是就一半人扮闲置状态吗 其实就十个人 每个人都扮闲状态 才能够解决社会上的这个 不至于老出事 那这是老百姓 那你机关干部自己怎么解决呢 那就机关干部要 机关要办三产 机关办三产 其实就是解决干部自己的就业 今天很多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富 当年就是机关办三产的那些 吸纳的就业 那就当然就老子英雄而好汉了 老子手里有什么物资 儿子就可以倒卖什么物资吗 当然不是普遍的了 这是少数现象 但也因此呢 就从社会上的倒爷 发展出了官岛 这个官岛呢 就是倒卖倒卖国家批价 国家当时叫做双轨制 你们也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学者争论双轨制 谁的发明 这个双轨制的代价 就是这个社会的高通胀 因为国家控制的物资 那时候什么都紧张啊 国家控制的物资是平价的 因为什么都紧张 所以市场价格起高 那从谁能拿到国家的物资 谁就立马坐地赚钱 所以当年就是这个 北京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 还有一亿代开张 你们可能在这儿听的 很少这种北京的顺口溜 其实他指的就是 当年北京满街都是人在倒卖倒卖 然后都说是他有个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儿子 还是闺女在政府哪个部门 他的那个什么亲戚 或者他爹娘是政府管什么物资的 或者管什么资金的 管什么计划的 他手里有什么批件 其实满街传的谣言不是今天这些谣 传的都是那个怎么倒卖倒卖的谣 一个批件倒个十几道 这是不是稀先事 所以关岛客观上恶化了通货膨胀 恶化了市场秩序的混乱 于是呢 也就进一步有了新的改革思路 那就是市场化 面对关岛怎么办呢 进一步市场化 那这个进一步市场化呢 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 企业全面推进股飞制 这个价格的全面市场化 这个计划比苏联东欧那个沙塔林计划 那五百天自由化计划提出的要早的多 全面的多 中国知识界政策界的设计能力 根本不需要什么外国人帮忙 他自己的这个推进的这个这个庞大的改革计划 比任何外国都要要要要更具有顶层设计的特点 也更具有全面深化改革的这样的条件 这就面对着整个八十年代中期的这个经济秩序混乱 恶行通胀等等这些关岛横行 民间也是倒夜遍地 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提出 当然当然也包括企业效率不断下降 应对危机所造成的后果 要通过全面改革来化解了 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很美妙的一个前景 当然当时呢这个这个主持大局的这个是老同志 老一辈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不稳妥 所以说呢最后呢同意先事一项 这就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 为什么说这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啊 第三次对大量引进外资的时候同时开放改革 造成了两次大规模的危机 是因为1988年终于同意要试的时候啊 要试的是价格闯关 把双轨之并轨 结果消息刚一放出来 引发两大现象 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关岛 进一步短机居齐 有什么物资绝对不往外放了 那时候消费品像彩电冰箱洗衣件三大件 是新型消费品 这些也都被短机取来了 于是市场就物资极其短缺 高档消费品极其短缺 物价就穿升 那老百姓一看物价穿升 这东西钱不值钱了毛票子啊 于是老百姓到银行去挤兑 来买什么 老百姓的必需品 这个秋衣秋裤啊 到现在这个这个现象 还遗留在中国社会上 比如说有一句网络语言 你妈叫你穿秋裤 就是当年老百姓买了好多秋裤 现在几十年了还没消耗完 那时候甚至买挂面啊 这个买什么买白布啊 甚至抢盐 盐紧缺啊 什么能保值抢什么 这个社会大抢购 银行挤兑 就导致这个改革还刚要出台 就已经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通胀 所以1988年就构成了一个 严重的通胀局面 那严重通胀局面就导致什么呢 社会失去 老百姓当然知道这事背后是关倒了 所以88年到89年 兴起一场运动 反关倒 反官僚反腐败 这当然就演化成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了啊 那我们就不用多分析了 但是后来的演化的问题 恰恰是高通胀这个经济危机所派生的问题 所以经济危机决定的是社会动荡 这点在世界上任何体制之下都是一个普遍经验 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但是并不因为这种社会问题被强力的压住 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90年代就90年 89年90年仍然进入了一个相对萧条 直到91年苏东解体 这时候呢苏东解体中国人发现了 闹了半天 苏联东欧体制是没有搞货币化 它在换货贸易中 它所形成的这个所谓增长率是很慢的 你只有改型GDP把你的全部资源性交易 产品性交易推进货币交易 你才能够有一个所谓增长 所以从91年92年开始 中国人推出了完全放弃票证供应这套体系的货币化的这么一个改革 同时为了更多的吸纳货币推进了三大具有高投机性的市场 那就是期货市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这三个东西就变成了后来 导致你这个经济货币化过程中间所产生的一些泡沫被这三个市场吸纳 这么一个经济过程 所以90年代就进入了高增长 但是这个刚刚的高增长就再度发生了 因为这个高增长92年邓南巡这个谈话 让南方各个沿海地区可以步子再快一点 那什么步子再快一点呢 引进外资的步子再快一点 所以80年代你还有限制的 到90年代初呢基本就没有限制了 大量的所谓加工贸易型的 和国内的上游的重工业 机械制造工业没有关系的 这种经济类型大量进入沿海 尽管它产生了高增长 但它却不不不产生 对原来你保留下来的重工业设备制造业等等 不产生对它的拉动作用 所以内地的啊 以重工业设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就不景气了 大量的国企就倒闭 然后工人就下岗了 那沿海兴起的什么呢 恰恰是拉动劳动力到那边去 因为它的设备是外来的 产品是对外出口的 它是典型的叫三来一捕的 加工贸易的外形型经济 所以就它发展起来了 那同时呢造成的是内地的工业的相对解体 和大量劳动力的失业 这个就对90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而90年代因为你的沿海的经济属于三来一捕的外形型经济 它就带动中国开始加快了全球化进程 这个都是客观过程 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 我们只是说呢 这个过程本身导致中国加快全球化 当你开始纳入全球化的时候 你的进出口大量增加 却突然遭遇到了 对不起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那就是1997年 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不是输入通缩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 外需大幅的下降 正在你原来90年代你的改革导致内需不足 外需上涨的时候 突然出现外需下降 这98年就开始 迫使中国进入了所谓严重通缩 中国人长期以来只知道通货膨胀 不知道通缩为何物 这通缩就是资产价格大幅的下跌 物价指数也下跌 你的国内的资产不值钱 这个过程中间 房地产也泡沫挤出了 股市泡沫也挤出了 这些过去具有投机性的市场 相对来讲也下降了 这就是中国90年代后期的 就是怎么办呢 中国开始进入了用国债投资 以投资拉动增长的这样的增长方式 98年99年当时叫做朱镕基新政 当时就是朱镕基接手了 98年接手总理之后 正赶上输入型通缩 于是我就紧急启动国债投资 拉动经济进入投资增长 那客观上推动的是什么呢 推动的是区域差别的再平衡 大规模投资于西部 投资于东北 投资于中部 客观结果 区域差别再平衡 而当外需下降的时候 中国当时出现的危机 我们可以归纳为叫做20世纪 中国第一次发生的生产过程 列位可以把中国90年代末期 就20世纪后期发生的生产过程 和西方在20世纪前期所发生的生产过程 做个对比 来看看各自的差别 各自的异同 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进入到90年代后期 第二次生产过程的危机的解释了 这个危机就比较复杂 我们先有一个十分钟的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